郭文貴先生 提起劉文財這個名字 很多中國人都知道他是所謂的四大地主之一 迫害窮人 但是重慶學者譚松經過7年多的實地調查採訪 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劉文財究竟是惡霸還是善人 是黑還是白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報導 這是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經貿學院教授譚松 經過7年多實地調查採訪後得出的結論 如果不是特別說明 誰也不會想到 譚松所說的這個大好人 竟然是被當作地主惡霸典型 寫入教科書的劉文財 1966年 這部宣傳劉文財所謂惡行的紀錄片 《收租院》在全國發行 以配合階級鬥爭的需要 此前當局還特別指示美院師生 製作了大型泥塑收租院 114個泥人 誇張地呈現著劉文財 小斗放貸 大斗收租 私設地牢 剝削故宮等所謂罪行 劉文財的惡行隨後還上了小學課本 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對他心存厭惡 2008年 正在做汶川地震採訪的譚松 偶遇劉文財的孫子劉曉飛 當年60出頭的劉曉飛 已經孤軍奮戰多年 為祖父證明 而長期做歷史真相調查的譚松 也發現了劉文財收租院的調查價值 這個問題就是離宿的收租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離宿收租院 恰好就是我們重慶的貢獻 重慶那些年來對全國有兩個重大貢獻 一個是小說《紅顏》 一個就是離宿收租 都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影響 結果深入調查就發現那個收租院 非常非常多的 值得去挖掘的東西 譚松八次前往當地 採訪了所有在世的劉文財的長工、店戶 丫鬟、鄰居 包括四川美院創作收租院的主要雕塑者王冠儀等 這些人的敘述顛覆了他從小被灌輸的觀念 譚說我採訪了當地的那些小攤小販 或普通市民我都採訪了 全部說劉文財是個大犯人 我遇到的所有的他的長工 還有他的店和他鄰居 沒有一個說劉文財的壞話 像他廚師 我採訪之後幾個月他就死了 他說劉文財根本就不是那種生存上說的 那種山中海魯爾拉角色銀翼 什麼鮑魚什麼東西 這些人的聲音在劉文財被樹立為惡霸典型的當年 沒有人能聽得到 而人們能聽到的 是冷月英自稱是劉文財水牢的唯一倖存者 他的文化根本不行 他就在上面講的是桌子下面蹲一個人 不得得桌下面的人說一句他在上面說一句 這樣到最後他就蹲下來了 前後七年多的調查 潘松得出了結論 潘松將調查結果集結成驚天動地收租院一書 但目前還沒有出版 此前秘名校署的評論家陳敏 在1999年發表了《劉文財真相》一書 出版後不久就被禁封 在昨天的節目中 大陸學者七年多的研究 將被污名化為地主惡霸的劉文財 還原成當地有口皆碑的大善人 但是劉文財的故事並不止於此 今天的百年紅貨特別報導 我們再來看劉氏家族的遭遇 劉文輝中華民國西康省政府主席 國民革命軍第24軍軍長 四川爭霸戰的主角之一 因他的返蔣立場 中共從30年代末就逐步和他接觸 1942年 劉文輝在重慶秘密會見周恩來 悄悄開始與共產黨合作 然而 當年出於個人政治野心的這個選擇 最終給整個劉氏家族帶來滅頂之災 和至今擺脫不掉的政治枷鎖 卻是劉文輝始料未及的 與周恩來密談後 劉文輝借一次回鄉的機會 將連共返蔣的打算 偷偷告訴了哥哥劉文輝 身為四川省大異縣安人鎮相生的劉文輝 開始為當地中共地下黨提供幫助 1946年國共內戰開始 劉文輝不同意中央軍進川 將這裡作為反共大本營 而劉文輝也出資幫助中共組建武裝 據上世紀1990年版的大異縣至上技術 周鼎文從劉文輝那裡弄到了機槍四艇 步槍十餘支 手槍六支 手榴彈十餘箱和一批彈藥 在安人鎮箱組織了五十餘人的武裝 劉文輝的孫子劉曉飛說 當年地下黨游擊隊 指揮部就設在劉家莊園裡 劉文輝1949年10月去世後 劉家仁曾計劃前往香港 但被劉文輝勸阻 劉文輝在12月還與共軍合力反響 國軍從四川退往臺灣 但中共奪取政權後 立即開始了血腥的土改運動 在四川土改試點中 劉家仁首當其衝 房產、財產被沒收 被拷問、批鬥 當年受過劉文輝資助的周鼎文、李維嘉等人 煽動百姓仇視劉文輝 1958年在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之際 劉文輝又被四川當局 豎成當地惡霸地主的典型 絕坟拋屍 他的公館被改成地主莊園陈列館 1965年 四川當局委託四川美術學院 創作了泥塑群雕收租院 114個泥人誇張展現 劉文輝所謂壓榨貧農的惡行 轟動一時 文革即將開始之際 紀錄片收租院在全國發行 人們對劉文輝的憎恨被推到了高潮 他的家人也因此飽受批鬥、毆打、歧視 而劉文輝也沒有躲過文革 他的住宅前面被貼滿大字報 劉文輝的弟弟還住這種房子 紅衛兵很快衝來抄家 劉文輝在1976年鬱鬱而終 至死都沒有加入共產黨